她不是我女儿 爸爸 过了不要叫我爸爸 那我要叫你什么 要叫我文哥 由大马导演李建信指导的超催泪妇女温情电影 天使曾经来过 自海外上映短短的一周 就突破百万票房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带大家来直记澳门首映当晚的盛况 这是澳门的一个慈善的优先场 然后也是亚洲第一站 我们这部电影会在全亚洲上映 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 我自己对这个电影的水平 我还挺满意的 数字我不敢说啦 因为我说了 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我现在压力已经很大了 我几天睡不着觉了 其实是还蛮兴奋的啦 因为从来都没有来过澳门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的 然后又做首映其实是还蛮期待的啦 感觉非常兴奋 因为我上一次来澳门 好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这次再带回来 然后还带着自己的作品 是很感动 然后希望观众们能够进去 然后带着一个很温暖的心出来 我很开心啊 也很荣幸能够融入到 天使曾经来过这个大家庭 电影还邀请了香港知名小说家 蓝橘子为电影撰写小说呢 小说最不同的地方是 其实可以当是一个电影的前转去看的 因为我会讲很多 有关于他们不同角色的关系啊 还有他们究竟在发生电影 那件事之前是做些什么的呢 那我会很详实地说的 就连大马女歌手之位也盛装出席 远非澳门以行动意气相挺 师妹Emily 江千玲 天使曾经来过这部电影呢 是一部很感动的电影 然后大家记得捧场 然后祝他们票房大卖 记得来支持天使曾经来过这部电影 我在电影里等你哦 不见不散 希望可以得到热烈的反应 然后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支持天使曾经来过 而且我觉得女生进去看了之后 应该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亮出来 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记住入场的朋友呢 有个也要呼吁大家的 就是戴上那个纸巾 因为好感动的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将会在今年四月全马上映 想支持的朋友记得代替受敬喜悦啦 我会陪你 永远陪着你 我从遥远的地方来 把你 我一个 我遥远的地方可以恭喜你 可以anim稍息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